陶渊市大溪区达铁寮古道 过去位在慈湖领寝军事管制 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升格之后大溪正宫所整修后开放 沿线的景观和历史遗迹 才有机会让更多人看到 师傅规划为北恒风景区 油气狼带的亮点 推荐给游客 位在大溪三城福安里的达铁寮古道 是一条具有悠久历史的践行步道 竹林围绕在步道的两侧景观优美 古道的自然生态相当丰富 路途旁有许多的历史古迹 走在步道上面不止可以放松身心 更可以感受浓厚历史的氛围 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因为我们住新竹 然后开车过来这边大概四十几五十分钟 也不会车程不会太远 然后因为时间 因为我们晚点还要去接小朋友 然后这个步道就是走完不用太长的时间 所以想说蛮适合下午过来走走 然后等下回去就是在南下去接小朋友 时间蛮刚好的 达铁寮古道连接大溪三城地区与脚板山 过去是运送物资的重要道路 当时古道上有一间达铁铺 居民会在此购买农作或打猎所需要的铁器 因此古道就被称为达铁寮古道 重整的时候 那是大众十五年是重整的时候 再过来你们看到太平桥 还有基安桥 基安桥是目前最完整的 大众十五年做四座桥里面最完整的一座 然后再上去可以看到 像前面这一段 目前应该笔布最原始的时间 大溪达铁寮古道因锦铃慈湖临寝 长期受军事管制 人烟稀少 却因此得以保留原始的完整风貌 不同的季节走在古道林蔭间 就能够欣赏到铜花或是其他季节花卉 游客可以根据体力的状况 安排适合的路线